哇 哇好漂亮啊 為什麼可以這麼像的 當然了 先拍個Close up 哼哼的聲音 真的 還有字字聲 沒錯 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我是Kalina 我現在這個人還是在德國 應該是兩個星期前 就會飛回來香港 但很不幸我和兒子 都中了COVID 所以就要繼續留在這裡 放多一會兒 今天這道菜 就是我姑姑和她老公 特別要求我要煮的 因為大家都很想念香港的食物 今天我會和大家做這個 脆皮燒腩仔 今次的做法 其實也是一個很家常的做法 之前那晚預備好那塊肉 然後第二天可以放在焗爐裡焗 另外他們家裡有兩部MIRROR的焗爐 有什麼分別呢 這一部是有蒸氣加焗的 那我當然要試一下它到底好不好用 效果焗出來會怎樣 會不會和我自己在家裡焗 都一樣那麼好吃呢 那如果大家都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啦 五花腩是需要早一晚之前去處理了 現在你看到我就會把它飛水 首先把皮向下 不用整塊肉都浸了 那我就會飛水五分鐘 令皮變軟 那我容易鬆針 鬆針的作用就是令它焗的時候 可以爆發 那就可以做到一個脆皮的效果了 在飛水之際呢 我們可以準備一下醃料 有五香粉 黃糖 粗鹽 那我就選了這隻 但有煙燻味 那味道焗起來會特別一點 那你也可以用回普通的粗鹽 將它們攪勻它 待會就可以用來醃肉了 然後準備一些梳打粉 塗在豬皮上面 令它的豬皮焗出來更加脆 那用少少份量就夠了 然後就加少少白醋去拌勻它 五分鐘之後就可以拿一塊豬腩肉出來 那我們就用廚房紙抹乾它 留意豬皮的位置都要抹乾一點 如果你沒有針插的話 可以像我一樣用一支叉 或者綁著一束牙籤去刺它 要刺到多深 刺在肥膏中間 就不要刺穿到肉 刺穿了的話 肉汁就會飆上皮 皮就會濕 濕就會不脆 然後我們反轉肉 就要在底部割一條條坑紋 令我們醃的時候更加入味 這個肉買回來的時候 就是梯形的 就不是很公正的長方形 我割的時候也要跟著其中一邊 坑與坑之間的闊度 大概一吋左右 不要割到那麼深 大概中間的位置就可以了 拿回剛才我們攪勻的醃料 就在坑和表面上塗勻 然後就用一塊錫紙 把舊肉的四邊貼著包好 之後這個步驟很重要 我們塗一些梳豆芬和醋 然後在上面再灑一點鹽上去 這個步驟可以令豬皮的水分抽乾 焗出來的效果就會很好 然後就可以放進雪櫃普通的格子 去到秋乾 上面不需要蓋任何椰油就可以了 他們家裡有兩個焗爐 有什麼分別呢? 雖然外形一樣 但是這個其實就是普通的焗爐 而這個就是蒸爐加焗爐的功能 可以令食物多汁一點 沒那麼乾 這裡其實裡面有一個水箱 剛才已經加了水 Combi Fan Plus 最高溫度可以去到225度 而40%的意思就是濕度 我想表面脆和肉是有醬汁的 我就調至40度 現在它一直在熱的時候 同時都會去排放一些蒸氣出來 現在我就塗一些油在豬皮上面 一定要有油分才可以令到脆和爆發 現在我們就把它焗半小時 現在焗了30分鐘 看到它的表面都還沒開始爆發 所以我們就決定轉長 用這部機250度 燒熱它的皮 剛才我們就試過它的溫度 最高只可以去到225度 做這些燒肉也不夠強勁 所以我們就轉了來做它的脆皮效果 現在我展示給大家看看它 已經開始爆發了 哇!好漂亮啊! 為什麼可以這麼像的? 當然啦! 哼哼的聲音 真的... 還有字字聲 沒錯 那個肥的字字聲 是不是有加的感覺呢? 沒有啦! 但是我... 那真的不用飛回香港 不如你不要飛回香港 這樣不行啊! 我可以走過來煮給你們吃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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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攪拌一下它 不然我們一切 它裡面的肉汁都走出來 來了 我聽到很脆啊 OK啊!切好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肉其實很漂亮 你看到它是一層一層 如果你不想吃這些洞 其實可以用刀去刮它 那我就切一件一件 嗯!好好吃啊! 是不是英脆得脆 英軟得軟 哇! 我突然間真的... 我們買了多少錢? 12歐? 12歐是連兩條牆 是10歐啊! 好划算啊! 80元 這塊 我們脆皮燒涼仔 就完成啦! 用這部Mila 有蒸氣的焗爐來做燒肉 真的肉汁是可以保留到非常汁的 不過始終它的溫度不夠高 就做不到脆皮效果 這裡就有點可食了 我平時做燒肉的方法 就會放一盆水在焗爐裡焗 會令肉汁沒有那麼乾 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這個方法 非常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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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畫面 謝謝! 謝謝!